今天我带,今天我带大家看一看 啊,重庆福林农潭镇的这个寺庙 这个寺庙叫凤翔寺,啊,很有特点 我带大家去欣赏一下啊 首先大家看一下这个桥叫惠定桥 啊,这个桥和这个寺庙的话都是一个人捐赠的 啊,这个人呢,就是以前在重庆当官 啊,他捐了三百万修了这个寺庙 啊,他在农村还修了一个更大的寺庙 一共是三千多万啊 因为怕影响到人家,我就不说是具体谁捐的钱了啊 现在我们过去看一下 啊,现在我们先从这个桥走过去啊 走过去参观一下这个寺庙 啊,这个寺庙修得很有特色的 啊,他在重庆福林农潭镇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建筑啊 大家看一下 我先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寺庙的环境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啊 环境挺不错的啊 啊,再倒过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寺庙 啊,就在这个河边啊 啊,很有特色 大家看一下 先看一圈啊,怎么样 这个寺庙很有特色,环境很好 啊,现在就在这个寺庙门口啊 啊,这个寺庙呢 啊,他的很多东西我也说不出来 啊,大家看一下 啊 啊,大家看一下啊 啊,这里一个牌匾 说这个 丁慧桥 新建集凤祥寺修丧祭 就这个寺庙啊,解放以前就是有的 后来又有种种原因被毁了 后来呢,有一个大家看一下 一共是,哦 三百多年的历史 这个寺庙的话 它最先叫 万 原名叫万天公 啊,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 居今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啊 啊,他投入的资金来源是其中 二十万为寺庙的香火墙 啊,和民中为注入一百五十万为离籍在外的农坛 慈善人士捐助 啊,他没有留下名字 啊,但我们知道是谁 啊,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啊 啊,大家看看这个图啊 应该是麒麟嘛 啊,麒麟 里面我就不过多的讲解了 因为有的我也搞不清楚 大家看啊 好 这是一个地藏菩萨的简介 我也搞不懂 这是一个地藏菩萨的简介 这是一个地藏菩萨的简介